迎向日紅 勇敢上傳 歡迎大家參加今天的成功之母講座 我的出生背景 我是在雲林縣徒步鎮瑪光這個地方出生的 所以我是就讀瑪光國校 後來騎腳踏車去讀徒步國中 那當然後來我就去讀了小女女中 再來就是吳福克大的校友 再來就是台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研究所畢業了 那我想在這過程當中 我大概都秉持著能夠尋無止境 那盡量的去學習 只要有機會我們都不放棄 那但是人生當然有自己的目標 跟自己的理想 有人問我說你怎麼拿來的勇氣 可以一直走一直走到現在 我想這段話對我的影響很大 這段話怎麼來的 我想我在一本書的封面雜誌上 看到了它的封面就是這麼寫的 它寫在每一個孩子的心中 種下一朵向日葵 向日葵 向日葵 你們知道嗎 向陽 向著陽光 它隨時都是向著陽光 它就是把震撼溫暖關懷希望 一直要帶給每一個人 那成功之母這一系列的講座 能夠給很多人鼓勵 那透過這個講座我想各位已經知道 不是看到成功人物 它的光鮮亮麗的一面 其實它有很多的辛酸背景跟苦楚 所以我想每個孩子啊 在你們歷志的過程當中 面對很多事情 勇敢的超越跟挑戰 也就是說 當你不斷不斷的給自己 給自己機會喔 不要以為這個機會沒有了 自己就喪失失智了 會喪失給自己的機會 成功是要靠我們所有鄉親 所有的這些陰營的朋友們 你們透過你們的檢視跟考核 來確認張立善到底做了些什麼 我的成功與火 是來自於各位給我的肯定跟支持 那才叫做成功 回到我的母校 來跟我的學弟學妹們 來分享所謂的成功之母講座 但是我個人不敢鞠躬 也不敢說成功 我只是達到自己的一個目標 但是成不成功 我想我既然是從事政治服務的工作 就是要把這樣的一個考核 交給我們全縣的鄉親 來給我做考核 那如果鄉親肯定跟支持 那我想那才是真的成功 那但是這過程當中 我們必須要非常謹嚴盛行 來貫徹我們自己所提出來的一些政見 跟整個對雲林縣 未來整個發展的一個方向 如何能夠落實 如何能夠真正讓雲林鄉親 過得一個好日子 才是我真正要達到的目標 謝謝 謝謝 謝謝